让我们请出下一位求职者 何小红 49岁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的何小红 我在广州创业21年 现在是一位网红培训导师 谢谢大家 欢迎您 您这个报名表 家庭成员这都没甜啊 您结婚了吗 我现在是我一个人 我回家的时间很少 回去就是看一下我92岁的爸爸 92岁高门 您是最早什么时候出来工作的 我是2000年来到广州打工 因为我家里修了房子 那时候差了债 我出来打拼就是还债 我刚刚出来 在广州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是进了一个协议厂 第一个月工资是550块钱 但是我就寄500块钱回家 那一个月就是零花钱 就50块钱 反正就是一路创业 点点滴滴 坎坷坷坷 我也曾经也辉煌过 也低落过 所以说我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看得出来 然后一路也是很不容易 我出来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我妈妈无缘无故地走了 就是让我心里是这一辈子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妈妈她是最疼爱我 她不让我出外打工 但是我为了家里还债 那我又要出来 我就很生气地说我妈妈 我说我又不是出去不回来 我就说话语气就重了一点 给我妈妈这样说 然后我妈妈是农村 她一只手提着鞋 脚上打着齿脚 一只手抹眼泪 我就用母送她看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这么看不见 结果就永远都看不见 所以说我一定要努力创业 我妈妈没有想到我的福 但是我一定要让我爸爸想到我的福 这就是我奋斗的动力 我是一个非常有梦想的人 我的思维也是一个非常超前的人 作为我这个年龄来说 很少人有我这个思维 别人没有做直播带货 我就在做直播带货 我就在做这个培训 上一个月我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 我又学习了电影级别主播在成都 学习了二十多天 因为我想成功 因为我有梦想 所以我要不断地学习 有一句话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人在你辉煌的时候 你身边的朋友是很多很多 在你最低谷的时候 连最亲的人都离开你 我就是一样 我去年我老公给我离婚了 现在就是我一个人 我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回去看我爸爸 我爸爸病危 差一点我爸爸都不在了 所以我今天来到非尼莫书 我想这个大大平台能帮助我 我也不断地学习 我以前读不起书的 我2018年 我自己去考上了西南 财经大学已经拿到毕业证 所以说我现在很想 可以找到真正的一份工作 能可以帮助我出人头地